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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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guys!welcome to channel! New the new life!!! 来,各位最近其实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关心我的身体,然后为我抱不平 说很多人都留言一些不合理的挑战 要让我去执行 然后我其实都有看到那些帮我说话的留言 每天都很感谢你们担心我的身体 所以呢,我决定 我下了一個決定 之後呢 我的命令的決定呢 我是可以評估要做或是不要做 因為呢 譬如說像有人要留吃大便 那如果之後有一個人工審核的機制的話呢 應該就會比較少有人留這種去吃大便或是去喝尿 類似相關的留言了 對不對 應該是吧 你們不要跟我說還是會照流喔 因為就算我抽到了 我也不會做 所以呢 這樣子我覺得可以促使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留的這個留言 如果千賞抽到了 他有可能會做嗎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間接的過濾掉那些不乾淨的留言 好不好 那麼各位 我們今天要來幹什麼東西呢 我們今天要來吃泡麵吃它 反光 小廚師泰式咖哩雞 這個包裝大家試試非常非常陌生 因為連我也非常陌生 這個好像是泰國的泡麵喔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在全家便利商店 不小心瞄到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很特別呢 因為它除了是泰式綠咖哩雞麵以外 它這邊有寫 內附調理包及佐料包 也就是說它應該是一個泰式綠咖哩雞麵 然後但是呢它是有像我們馬漢大餐那樣子裡面 有肉塊的調理包的 欸 這個厲害了吧對不對 沒看過了吧 然後它的調理方式有一點特別喔 前面的步驟基本上跟我們應該都是一樣 就是把所有的調理包拿出來 然後加熱水 然後三分鐘 但是這邊有一個特別的步驟 打開碗蓋 將泡過的熱湯倒到另一個容器 將調味包打開 倒入攪拌後 極為美味好湯 這個就讓我有一點困惑了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直接打開來看看吧 哇哇哇 非常的特別 我有一點快搞不清楚了 這個是調理包 你看它上面真的有泰國字 這個就是我們 應該就是我們綠咖哩雞肉 它的麵條是這種感覺有點像是真煮麵的麵條 然後呢 這一包是 湯包好湯上桌 在這邊寫說 依個人口味請酌量添加 各位我終於看懂了 它這個好像不是湯麵 這個呢 好像就是有點像是我們 維力雜醬麵的湯包 所以待會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泡麵呢 放到這個裡面去泡 然後泡完之後呢 把這邊的水倒到這邊來 然後把湯包加進去 這邊就變成一碗湯 然後最後再把綠咖哩雞呢 倒到我們的這個泡麵裡面 應該就完成了 應該就是這樣啦 趕快來試試看 嗨 各位 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看起來是 蠻豐盛的 你看它料很多 這邊有雞肉 然後我們把它來拌一下 它其實是有一點像乾拌麵的感覺 然後另外這邊呢 就是它的湯 感覺就是像維力雜醬麵一樣 就是一邊是湯 然後一邊是麵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們都攪拌完成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已經攪拌完成了 它這邊裡面有附兩塊肉啦 那我們 不然我們先從雞肉開始 因為呢 其實大家知道 就算是滿漢大餐的調理包 它的牛肉 其實都還是 會有一些 柴柴的感覺 那我們來吃吃看 究竟這個 綠咖哩雞肉呢 它會是什麼樣的口感 嗯 柴柴的 果然是調理包呢 呵呵呵 我覺得如果是調理包 感覺都難以避免 就是肉啊 會面臨老跟柴的部分 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吃吃看它的麵條 因為其實 我個人是滿喜歡吃綠咖哩飯 其實泰式的綠咖哩飯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吃過 綠咖哩拌麵 它這個感覺是像拌麵 而不是炒麵 它是把綠咖哩醬呢 拌在泡麵上面 先給各位講 這個會辣 但是呢 我覺得 它的綠咖哩的味道 其實沒有那麼的重 然後它的麵條 其實吃起來 有一點類似 馬漢大餐的那種麵條 但是呢 比馬漢大餐再來的 更厚實 扎實 更寬一些 不過我個人是有一點失望 就是因為其實我對綠咖哩很喜歡 所以我對它的 這個調理包的醬料啊 其實會抱有蠻大的期望 但說實在雖然它的辣有到位 但我覺得它綠咖哩的濃郁程度呢 沒有到我心中的那個標準 但如果你是喜歡吃綠咖哩的人呢 我覺得你是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把綠咖哩跟泡麵 兩個東西呢 加在一起 其實不難吃 但是就是我給它的標準太高 所以就是期望越高 失望越多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不過呢 我們剛剛還沒有喝過它的湯 湯不OK 我覺得湯呢 甚至是微粒雜醬麵的湯 就屌打它了 所以我覺得這碗麵呢 就是一個噱頭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慢慢把它給吃完了 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嘗試的話 我其實不確定 這個是在所有的全家都買得到 因為其實很少再看到這種泡麵 或許是它賣得很差的關係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不要告我 我自己隨便講講的 好啦 那待會吃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西門町準備做直播了 那待會呢 會再請希兒幫我們抽 今天的我的命運 你來決定 那就看到時候 時間夠不夠 執行我們抽到的我的命運 你來決定 如果時間不夠的話 我們就明天再執行 那麼待會見 嘿各位 我們拍完了 好久不見的希兒 欸其實好像沒有很久不見 好像每個禮拜都在 等一下 那邊拍不到 幹什麼都要謝謝莫名其妙 超傻 快走 好啦 好啦 安靜 來各位 今天呢 我的命運 你來決定的就是要再麻煩希兒 來為我們抽出來 來 好 是什麼呢 煞 沒有 我要 把滷肉飯炸成汁 欸這好棒喔 欸我覺得這好有創意喔 哪裡有創意啦 我想看 我想看 快走 快走 讚 idea 爛死了 超餓欸 滷肉飯 炸成汁 你有辦法吃完嗎 你在那邊有幸災樂禍 你吃得完嗎 欸 那個誰 那個誰 一直在幸災樂禍 那個 欸 黑仔熊 就是你 欸 下次 下次你就給我 把滷肉飯炸成汁把它吃完 好啊 你是今天要炸成汁嗎 我可能是 你今天要炸成汁嗎 我可能是 我告訴你 我今天 可能是今天晚上買回去 然後 炸成汁 就這樣 滷肉飯 其實滷肉 是滷肉飯跟醬一起炸成汁 好 好 好 總之呢 那待會呢 我們就要帶著滷肉飯回去 然後來 這個是 它叫什麼名字 它叫做小雨 小雨 小雨 好 感謝今天小雨提供的命運留言 那 晚一點 回去就看看 這個東西 到底 能不能吃吧 嗯 我們 準備來 打成汁吧 你們到底是為什麼 都要想一些奇怪的東西 好 但是各位 我要跟大家講 為了呢 不浪費 所以我們其實只有 這麼 我們只有裝這麼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 就算全部打成汁 一整碗 全部打我們買的一整碗呢 在這邊 那因為我們全部打成汁呢 我一定喝不完 然後所以呢 為了避免浪費 所以呢我們就 打一小口吧 不要把那些原本還可以吃的東西呢 全部浪費掉 那現在呢 我們就 呃 因為只有這麼一點點嘛 那用果汁機 基本上呢也打不起來 所以呢 我們就加熱水 然後用筷子 攪拌吧 也只能這樣 唉 我到底在幹嘛 好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欸其實 那就把它當成 茶爆飯喝就好了 沒有啦 我們還是把它攪拌一下 到底為什麼好好的乳肉飯不吃 要這樣子弄呢 這個有辦法打嗎 好像打不了耶 啊不管了啦 就這樣了啦 這個用果汁機 根本打不起來啊 唉呀 好啦 這樣子大家勉強一下 好不好 基本上呢 好像是 打不太起來了 它就是變成 水加乳肉飯 那因為呢 不要浪費 所以我們就 只弄這麼一點點而已 好不好 希望呢 大家不要覺得 我沒有完成任務 我不想浪費食物啊 那個一碗 整個打下去 絕對吃不下去 那我弄這一小口 剩下的 我還可以把它吃掉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 其實我覺得 應該還是會喝噁心 啊 變成 蔥蛋的 滷肉飯 希望呢 大家可以多弄一些 有意義的留言 好啦 那麼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希望呢 大家在這個 我的命運裡來 決定的活動留言呢 可以多留一些 不會傷害身體 或者是超出 人體極限範圍 然後或者是 多一些有意義的留言 然後讓我出去 踏踏親 然後讓我不會 這麼的 每天都心驚膽跳 好不好 希望大家除了留言以外 在影片底下 也可以幫我點一個 喜歡 那麼最後呢 我們今天還是要來回答 一則留言啦 我們今天選擇到的留言是 Long Edge Roll And Morbin 應該沒念錯吧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影片呢 是全部都是用 G7X Mark II拍攝的 然後我之前呢 有用過 GoPro Hero 4 然後呢 在之前 Pokemon GO的影片呢 都是用 GoPro Hero 5拍的 那 最近呢 有嘗試用這一台 G7X Mark II 在晚上拍攝 Pokemon GO的影片 希望有幫助到你啦 那麼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 點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然後按下鈴鐺 快 哈哈哈哈 還 點按 那麼各位 我們明天見 Boom